梦翔起飛399 挺你孤單少一半 讓你時間多一倍 讓你第四季密短線 一大一大於二 不斷加短線一大一 累積坐立再翻費 前三四名來賓的 享有關於源頭發入 夢翔起飛199 一年一年十分最大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新階段加入一點的LIN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過來電大動規限 2511連續77 2511連續77 請加入你享有利的 獲利掌貝股哦 該公條歡迎收看股市1.0 來看今天台北股市 反部長203年 收在17341點 成交量是2936億元 那今天盤是怎麼解析呢 現場為你邀請到兩位專家 請歡迎到泳城國際投庫 許玲林分析師韻老師好 李林家族 家人大家好 我是1.0 各位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 瓜哥好 問你先請教 瑞琳老師 親愛的好朋友們 昨天大盤大跌150點 但是今天大盤形成了亮增的 多方吞噬 那我想問的是 昨天在大跌150點的同時 你在做什麼呢 我在昨天的東升盤中連線 我直接告訴大家 第四季的拉古來 都是尋找買點的機會 因為第四季將會先蹲再跳 而集團的人氣賭又再度的發威 尤其是神盾集團的個股 像是今天的安國 像是今天的迅捷 亮燈攻上掌停板 我特別告訴大家的是 集團作葬的個股 誰能夠形成接棒的效應 那當然很多人 在1.0的Light裡面 私訊問1.0說 1.0你在四字頭掌握的滑通 今天又再度的出量再攻 又再度的往前衝了 除了滑通之外 還有滑泰 形成的亮燈攻上掌停板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接下來好多股票 你都可以低階佈局 甚至接到政府訂單的中心店 什麼時候是你可以跟上 我們低階佈局的關鍵 還有神盾集團的安國 今天形成了一個亮燈攻上掌停板的走勢 所以我要問大家的是 其實每一次的拉回來 他都醞釀出讓你上車的機會 但是每一次上車的機會 你敢不敢低階佈局 我就問大家一句話就好了 昨天大盤大跌150點 你敢不敢站在反市場操作的一方 那當然你可以發現到 IC設計個股又全面的回神 我還特別提醒大家 大家一定要去留意到 IC設計產業迎來曙光 就像今天的威盛 就像今天的支援 拆點亮燈攻上掌停板 而迅捷在安國神盾集團的帶動之下 形成了恩字突破債工的走勢 而IC設計的個股 誰將會形成強者恆強的效應 今天1.0在下午的時間段也會去上五七新聞網 所以五七新聞網裡面會獨家告訴大家 所以晚上的五七新聞網 晚上的七點到八點的時間段 大家一定一定準時要收看 那我們如何去複製冒達最好戰的一段 如何在電影七字頭拉回來買點的同時 來掌握到起掌的關鍵 所以我說過 在今天大盤大漲 圓夢起飛399的計畫 進入了最後最後最後的倒數了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名額 因為我說過 前30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在享有萬元的紅包裡 更重要的是我會帶你 買在一檔起掌的關鍵 短線的上漲幅度 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潤 跟著1.0贏在第四季的起飽點 所以圓夢起飛399的計畫 進入了最後倒數 廣告中的電話 一定要趕緊搶名額搶手術 當然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今天的一個指數 為什麼能夠形成大漲 其實在我的盤前搶線報裡面 我已經直接預告在前面了 我說過 其實如果你加入一點的Light 8 小老鼠OK 一七八八 第一個 你能夠掌握到台股的關鍵 今天的台股形成了跌身的反彈 而且形成了量增的多方吞噬 那當然為什麼我能夠在昨天大跌白點的同時 來去做低階布局 因為政策 政策當到集團作帳的加持 所以我昨天在東升的盤中連線 我直接直球對決 我直接不磨零兩可 我直接告訴大家 拉回來就是站在低階布局的機會 但是很多人對於目前的輪動 不知道該怎麼去做掌握 主流該怎麼抓 1.0會幫大家抓 而今天的神盾集團的安國的掌庭 它也宣示著神盾集團旗下的一個小經濟 你要特別來去做留意 尤其是中低價的IC設計個股 我們如何逢回低階布局 而今天的PCB的零漲股之一的滑偷 為什麼要再度的量滾量來去做衝高 而在投信12月份操作的過程當中 會去操作誰 誰是接下來的黑馬股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近10年來 第四季的台股的漲跌幅 是高達了將近9成以上 甚至1.0是11月份的壽星 當然現在已經不是天蠍份的月份 那我偷偷跟大家講一個小秘密 不要跟別人講 因為1.0是兼具著天蠍跟射手 我其實是有天蠍的個性 也有射手的一個影子 所以我也算是一個射手的一個lucky心 所以如果你接下來要掌握到 第四季的操作買點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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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跟上1.0全新的步伐 那當然第四季如何逆轉勝 我特別來告訴大家 我們從量大人氣股裡面 來去做交戰 來去做操作策略的一個 剖析 你可以發現到今天的一個滑通 它是形成了一個出量載工 今天也形成了大量的一個公高 而接下來的滑通 第一個 短線你如何高出 接下來如何低接的關鍵 我會放在lider的首頁 那當然我在兩週之前上了57新聞網 我還特別跟大家說明華泰它的關鍵紅K棒 而今天的華泰又出量的載工 而出量載工之後該如何低接佈局 我也會放在lider的首頁裡面 那當然今天的中興店延續昨天的上漲 形成了持續的公高 而安國在神盾集團的加持之下 切入的lip細字材的一個部分 所以今天強勢鎖上掌停板 所以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今天1.0會非常忙碌 今天1.0也會在下午的時間段 去抽空錄影57新聞網 其實在兩週之前我就告訴大家 華泰一定要特別來去做留意 為什麼 因為當時候的華泰它帶量突破了頸線 而在整理之後今天又再度的形成了創高 但是它的這個個股 你一定要知道是它的操作輪動 因為它不算是連續性上漲的股票 所以你一定要趁著什麼樣子的位置點 來去做低接佈局 我的lider的首頁都會事先來去告告大家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相信看見大賺漲停 就是你的今天的華泰量中上漲停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 今天的集團做上的個股 你可以發現到安國形成的功高 而安國所代表的是 泛神頓集團裡面的個股 所以該如何操作 我等一下會來告訴大家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政策加持的中心電 很多人在問中心電 因為中心電其實 我在上個禮拜四的實戰鄰居裡面 我錄製了一集 我認為中心電來到百元以下 它已經跌出很好的機會 在一點的實戰零距離當中的索馬影音當中 我特別告訴我們所有的李林家族的家人 中心電百元以下起漲的好買店 為什麼我敢在這個位置點告訴大家 這個位置點可以來去做低接佈局 更重要是它真的有接到台電的單 而台電的強韌電網計畫當中 你可以發現到它真的拿到了商機 它除了拿到商機之外 新產又逐步的來去做報告 你可以發現到政策加持的中心電 它擁有一個獨家的技術 這個叫做GIS 這個GIS是國內高壓氣體絕緣的開關 那當然多項的事業體還在逐步的成長 所以我認為這一檔標的 壓回來該如何佈局 請你跟上我低接佈局的行列 甚至雅力我們再度的買在旗上的關鍵 一買就亮燈攻上漲停板 因為雅力的在手訂單超過百億以上 訂單的能見度超過三年以上 而且10月份的營收跟獲利都雙雙創下了新高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可以幫大家找尋到右下角的股票 右下角的股票如同中心電 如同雅力 一買就能夠賺錢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其實迅捷的這一檔標的 它算是股性很活潑的 它算是范神頓集團裡面的個股 那當你看到安國亮燈攻上漲停板的時候 迅捷昨天拉回來徹底有手之計 就可以偏多來去做操作 所以我今天去操作了誰 我今天去操作了迅捷 而且我們一買還是亮燈攻漲停板 不是追漲停 而是在一開盤沒多久的時間段 就帶領我們的家人來去做買進的動作 因為迅捷他也獲得了小米聯想的大單 還有快充晶片取得USB的一個訂單 那當然這個部分還有籌碼的加持 外資在這裡又開始逢低來去做布局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好的股票當有好的買點的時候 我們絕對第一時間來去做掌握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今天的高價個股 像是聯發科 又在上了五日均線之上 所以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1.0在10月依靠我錄製的一集叫做 IC設計個股迎來曙光 這一集還沒收看的好朋友們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1.0的股市1.0許玉玲YouTube頻道 因為1.0是台灣工研院產業分析師出來的 我擁有很重要的一個產業的底子 尤其這一波的IC設計 它靈活來去做操作 什麼樣子的位置點可以來去做低階 就像七字頭的聯發科 我帶著我們的家人來去做提前掌握 而如今的聯發科 來到了九字頭之上 那能不能夠來到千金之上 我們拭目以待 那當然其實從高價個股的表態裡面 今天的世新KY 我昨天還特別告訴大家 世新KY 你一定要注意到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你昨天如果有加入一點的Light 8 Light 8的首頁都寫得非常清楚 今天的聯發科又再度的站回五日均線之上 今天的國聚 我們告訴大家 國聚集團 今天形成的一個叫做 一星二陽出量再溝 今天的力旺形成的上三三法的出量走強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的一件事情 主力大戶對於高價個股 它還是站在偏多的一方 例如世新KY 例如國聚 還有一檔隱藏版的黑馬股 如果你想要知道是誰的話 記得加入一點的Light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我會把這一份操作的秘訣 放在Light的首頁 那當然今天的一個貴買形成的大漲 你一定要知道是貴買的大漲 它其實跟這一檔標的有所關係 跟誰 跟環球晶有關係 因為環球晶在貴買的指數權重算是比較大的 但是我在11月19號我錄製了一集叫做產業1.0 我就從矽晶圓的產業動向來告訴大家 尤其矽晶圓當中的龍頭之一的環球晶 在這個位置點可以來去做分批 亮縮低階的佈局 今天的一個環球晶形成的一個初量在攻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按讚分享1.0的股市1.0 許玉玲YouTube頻道好朋友們 記得拿起手機訂閱按讚分享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繼華通的一個初量在攻之後 電影為什麼今天沒有漲 但是電影最好的買點在哪裡 就在我9月27號在節目裡面 公開告訴大家的77.6 那當時候我也在東升的盤中連線 告訴大家這個位置點低不殺低 第二個你應該要找尋買點 所以電影接下來它要過高的關鍵在哪裡 等一下1.0會報給大家知道 所以電影我們掌握在七字頭的好買點 遇到前波高點我們有來去做分批調節 我們賺到最好賺的一段 而且把最好賺的一段放在口袋當中 更重要是相信看見大賺漲停就是你的 包含我們今天佈局的迅捷亮燈攻上漲停板 包含我們之前重店的個股 我們買在起掌位階的亞利 包含中心店買在右下角的佈局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跟著1.0反市場的操作 你的成本會比別人至少低20%以上 而且我也特別說了 今天一定會有很多人打電話進來 因為最後的圓夢起飛399的計畫 1.0真的挺你 我挺你負擔少一半 我讓你時間多一倍 重點是我真的真的真的 要你第四季跟著1.0力轉勝 所以今天也算是最後倒數圓夢計畫的時間段 大家手腳一定要快 前30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在享有萬元紅包裡更重要是這一檔標的 短線的上漲幅度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潤 跟上我全新佈局的行列 飛黃騰達 需求爆發 而且能見度直接看到2026年 所以圓夢起飛399的最後倒數的計畫 最後30名你一定要特別來去做把握 而且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一定要特別去掌握到接下來1.0佈局的關鍵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其實今天最主要的重點就是在IC設計股回神 但是IC設計個股的回神 它的股性是非常活潑 所以如果你喜歡做IC設計個股的好朋友們 記得跟上1.0盤中的訊息 尤其今天的范神盾集團當中的安國 直接亮燈跟上漲廳板 它會有個帶動效應 所以迅捷它擁有安國將近快兩成的股權 所以今天的迅捷也形成了N字型突破的載溝 還有深達電子也形成了持續的噴高 還有林洋創新是林洋集團底下的一個小金基 今天也形成了出量載溝 這些都是兼具的IC設計 以及集團作帳的一個概念股的表態 但是你該如何去做切入 就像安國我們在起掌的關鍵來告訴大家 跟著我提前來去做掌握 甚至神盾集團的作帳的個股 來 甚至安國 迅捷 還有一檔隱藏版的黑馬骨 還有心頂以及神盾 我們該如何低階 該如何高出 而這份操作的秘訣 一點你的實戰配薄 我會放在哪裡 我會放在Light的首頁 給親愛的你來去做參考 因為賺錢的機會很多 如果你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都沒有賺到錢的人 第四季的集團作帳的行情 你千萬不要再錯過了 當然迅捷在我上個禮拜 上完五七新聞網之後 其實迅捷是有拉回來的 但是今天的迅捷在拉回來的同時 我們直接來去做買進 直接亮燈攻上掌停板 這個就叫做卡位在起掌之前 卡位在轉折之處 就能夠相信看見大戰掌停 就是你的 除了迅捷之外 今天的一個支援 差一點點亮燈攻上掌停板 其實支援的這一檔標的 你要用波段的角度去看 為什麼 因為它在300以下 它在做一個主底打底的過程 那當然它的明年的一個獲利 它會逐步的成長 所以它來到警線位置 不要去做追高 但是警線下300塊錢以下 是可以讓你偏多佈局的 甚至我們最早的一個佈局的單位 是在159塊錢在過年之前 所以你跟著1.0 就可以共同見證 像是支援起掌的好買店 轉折加碼的一個位置店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今天的支援 差一點點亮燈攻上掌停板 在集團的點火 連家軍集團的點火 又受惠到安謀 以及接收到客製化的 晶片訂單的同時 接下來的營收跟獲利 在明年的幅度 都會來去做上揚 但是這一檔標的標去做追價 押回來 請你跟上1.0盤中的指印 那包含滑通 其實滑通很多人都在1.0的light 私訊問1.0說 滑通1.0怎麼去看 那滑通1.0在9月23號 錄製的產業1.0 大家一定要特別去看一下 因為當時候的滑通還在刺勢頭 很多人都覺得滑通不會動 很多人都覺得滑通不會漲 但是當時夠1.0是如何說 我是如何做來請你看Lizia 滑通越K線級別形成了一個上升軌道 而這個上升軌道 越接近下降的一個軌道的下緣 反而是可以拉回量數偏多 來去做操作 親愛的好朋友們 1.0每週日的產業1.0 你一定要看 因為很多的股票 很多的標股密碼都在裡面 所以還沒有訂閱按讚分享的好朋友們 來 記得拿起手機訂閱按讚分享 因為我發現到 最近大家偷懶了 天氣變冷了 手指頭都不太動的 趕快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掃一掃 訂閱按讚分享1.0的股市1.0 許玉玲YouTube頻道 因為1.0在年底之前 我要衝我的訂閱數 可是我的訂閱數不是靠我一個人 我需要靠你 我需要靠他 我需要靠大家的幫忙 已經訂閱的好朋友們 記得幫我分享給你的朋友 想要在台股的一個操作的領域裡面 賺到錢的人 1.0的節目 真的值得好好的看一下 尤其是每週日的產業1.0 那我特別在9月23號 錄製的電子支母PCB 因為所有的電子 它都必須用到PCB 我的第一檔標的就是講滑通 那當然滑通今天出量在工 接下來的操作思路該如何看 而要滑接下來該如何低接 而電影它過前高的關鍵又如何去看 那太多人問我金像電了 所以金像電的短轉牆的關鍵 一定要看一下 1.0索馬裡面的資訊 那如何掌握到PCB的操作節奏 來 1.0的小老鼠OK 1788 1.0的小老鼠OK 1788 我會放在Lighter的首頁 給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1.0真的真的最愛大家囉 除了這樣子之外 你可以發現到電影 今天電影沒有什麼動 但是電影最好的買點在哪裡 它最好的買點就是在它的七字頭 但是我想問的是 電影七字頭的時候你敢買嗎 你不敢買 你覺得它不會動 你覺得它還會跌 但是我帶領我們家人進去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的電影 我們掌握到最好賺的一段 除了電影之外 茂達我們也掌握到最好賺的一段 甚至中心電 我們掌握到起掌的轉得 今天的中心電持續的再溝 還有雅力我們一買就亮燈攻上漲停板 這個叫做相信看見大賺漲停就是你的 更重要的是 你跟著1.0你可以提前掌握 甚至像昨天在大盤大跌150點的時候 我可以反市場的操作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 圓夢起飛399的計畫 進入了最後最後最後的倒數 我相信今天一定打電話進來了很多 那如果電話真的很難撥通 請你耐心一點 我今天會特別交代我們的服務人員 如果電話撥不通的人 耐心等候一下 而且前30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在享有5萬元的紅包裡 辦好手續的1.0會帶著你去布局飛黃騰達 短線上漲的幅度有3成至5成的利潤 因為需求爆發能見度直接看到2026年 圓夢起飛399的計畫 進入了最後的倒數 挺你負擔少一半 讓你時間多一倍 讓你第四季逆轉勝 重點是留下你的新名 留下你的電話 前30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就在享有萬元紅包裡 而且辦好手續的好朋友們 跟著1.0布局飛黃騰達的起檔的關鍵 短線的上漲幅度有3成至5成的利潤 打電話進來加入圓夢起飛399 最後的倒數名額的計畫了 好 那更多操作的健康 後來繼續再請玉琳老師 幫大家做解析 歡迎回到《股市一點名》 我們這把時間交給玉琳老師 親愛的好朋友們 下一段要跟大家講的是 為什麼今天照例能夠亮燈 供上漲停板 我在上週的一個產業1.0裡面 還特別告訴大家 折疊手機以及Wi-Fi 7的商機 今天的中心電 又出量的載工 第四季的操作重點 一定要特別鎖定它 那如何去複製 像是茂達 像是電影七字頭拉懷的買點 圓夢起飛399的計畫 進入了最後的倒數 而且最後的名額 剛剛打電話進來人很多 1.0 感謝大家的支持 一定要把握住最後倒數的名額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其實Wi-Fi 7有迎接AI的手機 尤其速度還高出4.8倍 三星S4在明年1月17號的時候 尤其AI手機將會申請商標 所以像是今天的照例 甚至很多的個股 它形成了亮燈 供上漲停板 那你一定要知道是這一集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如何訂閱 按讚 分享 因為這一集我還特別講到 Wi-Fi 7跟折疊手機 將會成為未來的主流 還沒訂閱 按讚 分享的好朋友們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喔 那當然照例 中興店 以及星下還有智慣 我們該如何低階佈局 這一份資料 我會放在LINE的首頁 給親愛的家人來去做參考 而電影最好的買點在七次頭 我們掌握到最好的買點 而且大賺最好賺的利潤 甚至貌達在創高的位置點 來去做獲利調節 中興店買在起上的轉折 而且亞歷一買就亮燈 攻上漲停板 所以這個叫做相信看見 大賺漲停就是你的 圓夢起飛399的計畫 進入了最後的倒數 1.0說過 挺你負擔少贏半 讓你時間多一倍 重點是要你第四季逆轉勝 最後倒數 最後的名額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因為這一檔標定 短線的上漲幅度 將近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潤 1.0帶著你在起檔之前 提前卡位 更重要是圓夢起飛399 最後倒數的計畫 最後的名額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趕緊打電話進來囉 好看 感謝來賓的參考 聽光片 老闆公司所推介分析 資格表家證券 有不當知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知道總共參考 投資料自立探訓 選項的評估 自負投資風險 繼續收到順利 我們再會 夢想手推介分析 一年以後 十億追加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新階段加入一點的 Lineco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過來電報的對線 2511.77 2511.77 加入你享有一檔 獲利長輩組哦